hello大家好 这里是面面 今天要带大家去一家马来西亚餐厅 goodbye like 所以 谢谢 谢谢 我去拿了这个 今天点了佛罗粥的拉克萨 拉克萨是一种类似于咖喱一样 就很多很多香料组成的一种面食 然后这个面里面它有两种面 一种是细的米粉 还有一种是鸡蛋面 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新鲜的大虾 然后我还额外点了西兰红茶 那汤头非常的鲜 然后味道超级浓郁 就是它相比较 以前我吃过一款白生厨的热沙面的区别在于 它的椰香味不会很浓也不会特别腻 米粉能更好的吸收汤汁的味道 但是鸡蛋面的话口感就特别的好 就特别有嚼劲我很喜欢 我们看它的虾超级大一个 跟我的拳头比较好 而且里面有四个大虾 超级开心 这个是我点的西兰红茶 西兰红茶做成的奶茶 这个奶味超级浓 然后茶味也很好喝 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吃的一个叫 米瑞邦斯的菜 然后我刚刚上wiki看了一下说 这个菜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非常有名 我感觉看配料跟乐莎有点相近 但是感觉它的汤汁比乐莎感觉要再浓一点 然后它是只用鸡蛋面做它的主料 它的虾味会更浓一点 因为它是整个汤里都是用虾高汤做的 然后可能汤头更粘稠一些 有一点点像拌面的感觉 但它的就是调料上感觉没有乐莎的味道 那么的复杂多样 里面有好多大虾 然后它都把虾馅吃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吃上去真的超级新鲜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所有汤底都是自己熬煮烘焙 就是料都是自己配 而不是在外面买的那种调料包 我看他们在Instagram上面的选料都是比如说是用印度的白胡椒 然后从马来西亚进的那种虾膏 马拉斩 就是所有都是精调细整过的原材料 然后来做这个高汤 每个星期的味道都会有点味道的不一样 因为他们每星期都用同一锅汤 但是之后再会再调食 就感觉是非常有心在做料理 然后我这个料理它是好像就是 Saturday Special 就是只有今天才有 我之前来几次都没有看到 他们家的海南鸡麦也特别好吃 就是肌肉特别嫩 而且特别香 我刚刚吃完饭才发现 热沙的汤汁全都建在自己的衣领上面 其实这家餐厅我之前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介绍过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详细情况的话 可以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